來到最新一期星運 今期我就不會就著新月圖 去做一個general的星判分析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其實在接下來這段時候 最大的量點 不單止是量點 是最大的危機 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 其實在我 在5月17號的凌晨 4點35分 其實已經公佈了出來 詳情我會在這個post的文字內容 我會把連結出來 大家可以重溫一下 講起我每一個post的文字內容 其實我自己出post 我塔尖亂林出post 是真的圖文聲並謀的 大家千萬不要只看圖 或者去聽片 就不去看文字 因為最近竟然有客人說 咦? 不知道我塔尖亂林 是正在做一個黃色經濟圈 去幫其他黃店優惠的一個campaign 是的 我說咦? 其實我在 我在我每一個post裡面 我都會打這段文字出來 他說我沒有看文字 唉 真的 怎麼幫你呢? OK 好 那 也當我想說什麼呢? 是的 同時在這個post的文字欄那裡 我也解釋了 那就真的成門口愛 很感謝大家的支持信任 是的 那我今期真的是超忙 因為我開升盤 就是我算命層面那邊 那些客人已經排到去才拿去 是的 就是我塔羅占卜 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是24小時候 或者 就是如果有時太晚 那就每天吧 是不是? 但是我不會拖的嘛 塔羅占卜 是的 但是呢 算命那條隊真的排得太長 那就 嗯 令我不得不作出這個沉痛的決定 就是說呢 接下來15滿月的那個星運呢 是要取消 是的 但是不如這麼說吧 其實 我寧願 跟大家趕緊取消 有一個心理準備 而如果我到時真的有空 我真的搞定我算命那些客人呢 我反而到時出 令到大家有一個bonus 明白嗎? 不要到時才說沒有啊 那那個負面情緒會更加大了 是的 但是我想一想 因為 其實 最近 真的差不多 我想2020年以來 那個星運呢 有很多的制度和模式 都是不斷的很多的改變 但是 大家不要怪我 因為 正所謂 知否世事上邊 便還原是永恆 是不是? 所以呢 是不斷的進步 很多的改進 但是呢 我不想經常好像有太多的一些 翻天覆地的改來改去 令到大家 產生一些厭惡的程序 那不如我這樣說吧 嗯 我不要說一刀切 一定斬走了 十五 接下來十五個滿月星運 是的 但是呢 綜合所有平台 是的 如果最高like數的三個 是的 的三個星座呢 那我接下來 即是今次 是今次這個初一星運的每一個星座 哪三個是最高的like數呢 綜合所有平台 是的 那我就 在十五滿月那一期 我就寫刀寫出來 是的 但是 還有 Absolutely Speaking 你也是要過了20個like的 是的 因為 坦白說 你小貓心思就是我做 是不是? 就是 大家可能都是鬥 每一個星座都有一兩個like OK 那難道我 做給兩個like那些題嗎 是不是? 那 即是沒有什麼用 是不是? 是的 那麼 也是 Facebook我想見到紅色深深 不想見到藍色的那個手指甲 好 那最後 雖然我一開始就說 不會去講 就是就著這個新月圖去做一個分析 但是呢 不說還需說 是的 不講還需講 因為我畢竟呢 其實說真的都已經是 去 幫助了這幅新月圖回來的 OK 那 真的很簡短去講講會發生什麼事 其實最重要是這個三分上 OK 很多的藍色線線 就跟這個新月形成了一個三分 那同時呢 這個天地 即是這個IC就有這個 金液合水的 是合得正正 是搭正這個IC 那其實今期這個農曆潤勢 會發生什麼事呢? 一些婚生家 爭遺產 離婚 兄弟 一些家族的決裂 是的 OK 好 那 但是 但是最重要那個 最嚴重那個 星象分析 在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呢? 那就看回 這個文章 就是這個POST的文章 的那個 那些連結 是的 就是我在5月17號的 凌晨 4點35分 已經有講的了 那就接下來 唯有祝大家 平安大吉 雙子座的朋友 這個農曆潤4月的新月呢 是發生在你們的自身公位 是的 什麼叫新月呢? 即是那個 日月雙峽 因為 大家都知道 初一 新月是我們見不到月亮的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們會見不到月亮呢? 是的 因為 剛好 月亮貼在太陽那裏 是的 那他 因為大家 以前小時候有沒有學常識呀? 那 那如果月球在太陽的對面 那太陽就會照到一些光去月球 是不是? 那然後 月球的反射就會反一些光去我們地球 那我們就會看到一個很圓的大月亮 那然後現在是一個新月嘛 那就是說其實呢 月球就在太陽和地球的中間 那就是月球其實黏著太陽啦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就見不到月亮 OK 那這件事呢 發生在你們的自身公位 唉 看看我真的有多搞笑 港星幻竟然會和大家上上色堂 好了 但是 發生在你們的自身公位 那對你們呢 那個影響性是尤其之大的 是的 要麼大好要麼大衰 那是大什麼呢? 那其實是大衰的 好了 那衰什麼呢? 嗯 你們呢 會有一些忍不住的一些妒忌 是的 或者 再輕輕一點就是一些羨慕 是的 或者是一些妒忌 或者是一些仇恨的情緒 是的 一些脾氣 也都會覺得 唉 不再理三七二十一 是的 就不再 保持 一些很體面 是的 或者一些表面的虛假的禮貌 你們會做一些摺爛的臉 是的 撕破臉皮的事情 就好像最近的立法會 那幫死人保安黨呢 做一些這樣的東西 是完全 當香港人是死的 是的 完全當這個世界的秩序是沒有的 是的 就做這些這麼難看的事情 那其實雙子座 無論是上星還是太陽星座呢 那在這個農曆四月呢 都會做一些 不再和大家 維持和諧關係的事情 是的 扯破臉 就是扯一下面具 是的 那就會容易去 和大家做一些 惡鬥 是的 大家都沒有朋友再做 是的 然後很多激烈的 就是吵架啊 衝突這些事情 那煩就煩在什麼呢 其實有時候 我們做人是可以大膽一點的 那你說 欸 我 做回自己 是不是呢 我生氣你就生氣你咯 沒有朋友做 沒有朋友做 那其實 這些事情我認同的 那你不是自己開心嗎 對不對 但是你一是開心 就開心到尾 對不對 但是呢 很容易你們 這些相似 可能真的那個 思想太多變了 OK 那你一開始 你又不怕 沒有朋友做 是的 但是呢 到後來呢 你們又會開始去想想 那個consequence 咦 其實我當中是不是衝動了呢 是的 那現在 應不應該去認低威呢 還有沒有轉彎的餘地呢 是的 那我就真的很替你們頭痕 因為這個世界上 有時候 你就是一不做二不休 對不對 你又要做 但是你最後又要後悔 那你拿來搞什麼 那所以呢 我勸你們 是的 做什麼事情 就是做很多事情都一氣呵成 是的 嗯 如果是做慣 就是已經做了這些醜癮的角色 那你一行到底 是的 那就 醜足 就是醜足 整個月 還有就是 因為我看到 這種你們之間 這種關係的 那個 惡鬥的模式 都很難去挽回的 是的 所以其實如果你們真的 那一下的決定 你是覺得 啊 我不怕你 是的 我們就儘管死過了 你就要本住一種 是沒有得回頭的心態 OK 是的 你一行就不要 去發這一下的脾氣 是的 不要去給這一下的顏色 別人看 但是你一給的時候 就要給到盡 那這個就是我對各位 上星或者太陽相似座的朋友 這一期的中共 這一期就是農曆的潤色月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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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